安夜中大樓剧烈燃烧 火势迅速蔓延 喷出火蛇 整栋大樓陷入火海 犹如巨型火柱猛烈燃烧 大量火星四处飘散 还可看到被烧断的钢筋支架残骸 从高处坠落 甚至由火焰掉落地面 引发火势 现场烟雾弥漫 紧急疏散至少130人 有几下 好像有些 好像拍电影 在那边 都开始批批批 大火烧了超过六个小时 还波及到隔壁的洗来灯酒店 国际电信大厦平台等六栋大楼 现场聚集大批民众 和酒店疏散住客围观 先火火大的时候 都不敢回去 因为担心自己人身安全 香港尖沙嘴2号深夜11点多 发生四级警戒的严重火警 这栋海源之家大厦 正改建为42层楼的酒店大楼 不料发生火灾 消防队升起云梯 一罐酒却不敌强风 喷出去的水柱竟然被吹回来 事实上去年9月21号 这栋大楼就曾发生棚架起火意外 当时超过50名工人 也被紧急疏散 不到一年时间又爆火灾 紧销镇厘清起火原因 恐怖火灾也在印度发生 移动三层楼建筑起火后垂直向下松柄式 坍塌冒出巨大黑烟 据了解是因建筑起火后 消防队用高压水墙盆水灭火 震动建筑因此轰然倒塌 幸好当时大楼内没有人 有惊无险 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接着综合报道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